一瓢清水顺着男人完美的身材留下 浑身散发着荷尔蒙的身躯 引得偷窥的女人面红耳热 她害羞地想要转身离开 可男人已经发现她的存在 一时间干柴烈火妙不可言 回到家后的女人仍在回味 甚至在之后无数个孤枕难眠的黑夜 她都能会想起那次尸骨的销魂 但她和男人不可能在一起 因为他们之间还夹杂着一个叫脆花的歌迹 容兰本出生于富贵人家 可惜父母早是家道中落 她继承了父母先进的思想 虽为女儿身却有男儿质 她没有投奔万贯家产的表哥 而是去了女子学校教书 搬到简陋宿舍住整日与书等为伴 在学校里她一人身兼数职 国文数学英文只要她会的她都教 她甚至时常打扮成男人模样 男儿装的她有着别样的魅力 风情却不龌龊 坚毅却不生意 而她如此装扮不单单是为了心中的抱负 还有对歌迹翠岚的痴迷与喜爱 那夜她陪表哥荣老爷去给月楼吃饭听曲 一下就被翠花的美貌和歌喉吸引 她一低头一簇眉皆是风情 歌声里的忧怨和哀晚更是惹人怜惜 荣兰已然动心 更别说痴迷女色的荣老爷 她花了三千大洋把翠岚抬回家做离胎 可男人总是喜心厌旧的 即使翠花如此美艳唱的一首好曲 在她生下女儿惠珠后仍然遭到了冷落 从此她变成了深归妇人 每日与寂寞孤独为伴 偶尔她也会受到荣老爷的传唤 不过却是去给客人唱曲 这种感觉让她感觉自己回到了 从前在德月楼那种小心翼翼 侍奉达官贵人的时光 卑微且没有尊严 除此之外 她也会被一太太叫去打麻将 因为她曾经是歌迹的身份 还会被其他一太太嘲讽 她也只能陪着笑 假装听不懂一般面不感色 在外人看来她恢复自由身 嫁进豪门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其中的苦闷和憋屈 只有她自己知道 在这个女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她终其一生都只能是 荣老爷的附属品 而唯一惦念她的只有荣兰 她会提着糖果过来看他们母女 跟他们聊一些外面有趣的事情 还特意带了相机给他们拍照 记录下这些为数不多的快乐 几日后荣老爷过大寿 荣府上下都是来表演的戏子 翠花身着海蓝色及的披风 盈盈一转身 仿佛还是得月楼最有名气的歌迹 自有一股辟腻之味 荣兰一杯香槟喝了半杯 忍不住站起来和翠花同唱喜 趁此机会与她多些亲近 就算只能开心一会儿也好 表演过后荣府的子孙开始败手 而荣老爷此刻却沉浸在大烟的世界 无心关注这一切 此时的荣府已开始展现颓败之时 令人不禁想起一句诗 只醉经迷终有识 万千浮华一时休 荣老爷的寿宴有多奢明 翠花的生辰就有多冷清 全府上下无人记得 唯独荣兰精心策划了一场惊喜 让慧珠带着她来花园 为翠兰演唱了一曲牡丹体 那一瞬间翠兰不再把荣兰视作知己 心中爱情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一个人 只为你而来 无关学识背景 无关出身相貌 单单只为你这个人 翠兰宣布这将是她从小至今最快乐的一天 此后她越发喜欢跟荣兰待在一起 可不见荣兰的日子依旧难矮 她开始学着老爷和府里的姨太太抽起了大烟 每人侧卧在床缓缓吐出一口烟 让一旁男装打扮的祖贤痴迷于她无法自拔 她想过让她戒烟 可是烟雾里的她实在太过迷人 祖贤环抱着她清秀她身上的烟味 又牵起她的小手为她涂上香水 沉浸在只属于她们的世界中 但这幸福的时光很快结束 荣兰不得不起身告别 翠兰下床为她系鞋带 像个小女人一般服侍着她 却反被扶起来说她们是平等的不必如此 四目相对渐心中的情愫在启涌起 可爱于世俗她们只能发乎情止无忍 而与此同时一个男人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她们的关系 这天荣府请来了一个戏班子 其中有个武生年纪小公敌却很扎实 让翠兰听得入了迷 她悄悄跟荣兰要不要邀请她供饮一杯 荣兰明白她的意思 一曲唱罢三人便坐在屋内喝酒畅聊 卸了妆的武生更显英俊 翠兰看着她的眼神都暧昧如斯 甚至主动提出要完牌 输的人要脱一件衣服 武生不得不应 吃醋的荣兰朝翠兰吐了一口烟 委婉地表达她的不愿 可翠兰正在信头上 她没有办法只能陪着她一起对付武生 希望武生能挣点气 但武生哪里是翠兰的对手 很快就败下了针 脱下外衣露出剑硕的膀子 翠兰看着很是满意 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局 荣兰却变了脸色有些坐不住 翠兰横生的她只能找借口离开 走之前特意回头看了一眼翠花 可她眼里只有对武生的事在闭嘴 丝毫没有挽留的意思 走到门口时忍不住再次回头 却还是以失望告终 她终究还是给不了翠兰真正的爱 荣兰回到了学校 试图把心思转移到教孩子们上课上 但那份翠兰厚劲十足 让她忍不住把怒气发到了 不写作业的学生身上 却从别的学生那得知 她是因为妈妈生病了才这样 荣兰意识到自己过了十分懊悔 晚上在家里戒酒交仇 思考自己该如何处理和翠花的关系 而此时的翠花在跟武生有过短暂的交集后 又迎来了无尽的空虚 这晚酒醉后的她晃晃悠悠走进了二管家的房间 简单寒暄过后她问她在做什么 却得知她在写日记 记录荣府里的大小事还有各位太太 翠花询问到里面也包括她吗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这让她心中有了些许猜测 因为二管家看她的眼神她太熟悉了 那种想靠近她却不敢靠近的感觉 翠花深有体会 这也算是她在深宅大院里的一丝未尽 此后她开始关注二管家的动态 在与她对视的那一刻 却又意识到他们身份永烈 终究还是她的失望 不久后二管家来向她辞行 她要去征兵入伍出一份力 谁知这一别竟是永烈 翠花在府里熟悉的人陆续离开 而荣府也因为全家人都稀释大烟开始落败 把她这对无依无靠的母女赶出了府 她带着女儿去投奔荣兰 荣兰下课回家见到的就是他们这幅景象 得知他们被扫地出门后 荣兰毫不犹豫拉起翠兰的手 承诺自己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母女 荣兰觉得这是他们幸福的起点 特意拿了相机拍照 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 之后翠花待在家里做起了嫌妻两母 做家务烹饪美食等她下课回家 这样的幸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最近她却发现荣兰变了 这是史上最像男人的女人 鼻挺的西装干练的短发 一个动作就迷倒万千少女 而如此帅气的她 却在见到吴彦祖的时候 对她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 荣兰本和翠花过着甜蜜幸福生活 翠花主内她主外十分和谐 可行志刚的出现 唤起她作为女性最原始的悸动 她生怕自己克制不住背叛翠花 所以总是找借口躲着不与她正面碰见 可行志刚却主动找上了门 她带来了一份见面礼 不过简单交谈几句 就让荣兰的一颗心乱的不成样子 原本克制的情感疯狂发散 送走她以后 荣兰的心彻底静不下来 她拿起原本要送给翠花的苏油糖 还是决定去给行志刚回领 她进去她屋里的时候并未看见人 却发现她此刻正在院子里中冲凉 荣兰抵挡不住本能的驱使 最终甘柴遇上烈火 两人一触即发 他们迅速进入了爱河 荣兰甚至把对翠花的爱 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行志刚 她说有阵子她沉迷在翠花所有的味道 翠花的香水味 身上的鸦片味 歌声里的无奈味 有的时候她感觉那是很颓废的 想靠近却有负罪感 但是跟行志刚在一起很奇怪 她把她所有的罪恶感都洗干净 行志刚说到那她曾经一定很爱翠花 是爱吗可能是的 约会的时候荣兰对行志刚说 她是一个坏男人 她把女人最原始的一面都全部引出 就在他们缠绵的时候 大雪降至窗前的翠花咳嗽不止 都说红颜薄敏 这句话应用在了翠花的身上 二管家在战场上牺牲了 荣甫的下人送来了她的日记 翠花与她相处的点点滴滴 她全写了下来 字里行间全是她波涛汹涌的爱意 这场无疾而终的暗恋 终究以二管家的牺牲告终 翠花怅然若是或许是因为二管家 是她在那个深宅大院里唯一的温暖 烦闷的她带着女儿去孤山上散心 却正好看见了荣兰和行志刚在约会 他们轻易地举动深深刺痛了翠花 荣兰在看见翠花的那一瞬间是慌张的 却又送了一口气 她冷静下来给他们做介绍 行志刚知道荣兰和翠花的故事 打个招呼后便主动告辞了 荣兰本想解释一下 翠花却说她想一个人静静 荣兰只能带着孩子先走 等他们离开以后 翠花在山间小路里漫无目的地走 原先荣兰的变化她看在眼里 但她一直抱着侥幸心 直到刚才她亲眼看到他们的亲密 翠花才明白没有人会一直爱她 也许他们就像现在这样当好朋友也挺好 她这般自我安慰着 可心里的难过是止不住了 她现在很伤心 眼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可她除了接受还有什么办法呢 回去以后她主动跟翠花提出 让她有时间把行志刚带回家来吃饭吧 毕竟三个人的感情太拥挤 总要有一个人退出 荣兰才意识到自己伤害了翠花 她试图跟她亲近 翠花却没有理会 再度拿起了她借了许久大烟 以此来麻痹自己 荣兰陷入了巨大的纠结当中 一边是男人一边是翠花 满满一烟灰缸的烟头 荣兰最终选择了责任回到了翠花身边 放弃了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行志刚 而翠花也把二管家写满了爱意的日记烧掉 了却往事 日子好像又如从前那般平静的过程 翠花却因为常年稀释鸦片而得了肺结核 这天她又让荣兰带她去孤山 她告诉荣兰 上次在这里遇见她和行志刚的时候她哭了 说完又补了一句 那天她也看到了在战场上牺牲的二管家 满满爱意的日记 荣兰问她哭是为谁而哭 是为二管家还是她 翠花没有回答 她说起了那年生辰 荣兰为她唱牡丹亭的欢乐 时间仿佛又回到她最快的那天 她和荣兰你唱我和情义绵绵 互相依偎好像可以一直到永远 鸟鸟情思 摇样如现 归中春色正当时 无人连 惊觉相思不露 原来只因已入骨